我們看這一集 這一集他說 一個密度均勻 質量為m 半徑是大R的一個大球 那麼它要求距離為r 當然是距離球星 距離球星為r 使得重力長是多少 那我們就有分兩部分 就是說r他有可能比大r要小 就在球體裡面 或是在球體外面 那麼他的重力長是多少 我們曉得說 我們用柏球殼定理 柏球殼定理就是說 我可以把球體分割成無窮多個柏球殼 那這個位置 位置是在柏球殼的外面 那麼這個柏球殼對他建立的重力長 就集中在球先給他的重力長 好那所以說如果這個r 他是小於大r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的話 就可以做一個那個界線 就是以小r當半徑 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球面 好啊 球面裡面的這些質量 在這一點呢 建立重力長 就是把你把所有的 這個裡面的這個質量集中在球星 在這裡建立的這個重力長 好啊 這個這個球面裡面的這個質量 我們叫m' m' 比上這個大m 因為他球體是均勻的嘛 他會跟著半徑的三四方成正比 就是說這個質量跟體積成正比 體積的話又跟半徑的三四方成問題 所以是小r三四方除以大r三四方 所以裡面這裡的那個質量m' 就頂多少呢 r三四方 大三四方之小r三四方 大m 好那現在 這個小 大m'在這裡建立重力長 就是說那個g 我們取大小 就什麼 r平方之gm r平方之g m' 這是大小 它是吸引力嘛 所以方向的話是 是向內的 我們只算大小 那這是r平方分之g r乘以多少 m'把它帶進來 就是r三四方之 大三四方之小r三四方 大m 那約掉一個r平方 所以這個等多少呢 r三四方 分之g大m r r 方向的話呢 是-r的方向 所以就想著說 這個重力長的g 這個頂多三 這個帶個方向的話 就-r 如果是在外面的話 那在外面的話 這個大球對它建立重力長的話 就把所有的質量集中在球星 就把所有的質量集中在球星 對它建立重力長 這個時候的話 g的話呢 就很容易 就等於r平方分之gm 大m 這樣子 方向的話呢 是多少呢 是那個 那邊 附的r一條 也就是說 這是r平方分之gm 大m 方向的話 r一條就是 單位向量的 附 這個英文叫head 就是帽子 rhead 這是r大也r的實號 這個呢 就是球體在空間中建立的重力長